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记得你那个时候写完这个歌 在美国给我听我的过 在车上给你看歌词 都没有听 你都不知道歌长什么样子 我给你看歌词你记得吗 对 是就 当时看的是中文的歌词 因为你跟我解释嘛 这个是讲的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说 你真的是一个很爱 小孩的一个人 其实我之前我不觉得我 适合就是 带小孩 带小孩 你觉得你跟小孩沟通 或者是 你就是一个小孩 小孩怎么 我觉得我可能跟小孩沟通不好 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们的想法 是挺 差不多的 可能觉得 内心觉得自己都是小孩 你知道什么给了我一点点那个 什么给了我一点点 鼓励吗 什么 那个神奇的孩子 哦 你主持的那个 因为他都是跟宝宝 跟小孩讲话 各种没心的宝宝 没想到他们还挺喜欢我的 肯定喜欢你 是现在的所有的小孩都喜欢你 因为小孩他是很直接的 然后我没想到他们是挺喜欢我的 然后我就说哦原来其实有可能 我也是会让宝宝喜欢你 我特别怕我的小孩不喜欢我 现在宝宝就更喜欢你 更喜欢我 很明显好吗 就是喜欢跟我就是互动而已 估计以后就是 以后就是妈妈你去工作吧 只要爸爸陪我们就可以了 肯定是这样 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确实靠谱一点 你就好像更加的 懂得去享受生活 和去生活 我以前不想要生活 你以前都是工作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一天到晚就各种的 这个工作那个工作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工作最重要的 对啊 因为我没有安全感 安全感 你没有安全感 我又是金牛座 我觉得工作和 才可以给我安全感 对但是我觉得怎么样 就是生活的踏实 或者懂得生活的情趣 这个也能给给予很大的幸福感 有了幸福感 但是如果工作来替代的话 我觉得不值得 当然工作还是要努力做 可是当没有生活的时候 就是觉得工作就是最重要的 对啊那你没说是没有生活 那后来你就有了 有了幸福的生活 就是肯定就要减少工作了 其实外面很多人说说 我忘了你 其实我觉得是你忘了我 因为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还是一个那个时候 刚刚那个什么主持 那个大本营主持淘汰了 其实我其实刚刚淘汰完了 然后准备再回去 其实也是一个低谷的 说实在的 也是一个低谷的 然后我如果那会儿演话剧吗 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从认识你开始 我们其实两个都是在低谷认识的 对吧 其实是 那也是我是低谷 其实是 人生的低谷 然后 你是低谷 其实我也算低谷 嗯 我其实也算低谷的 所以我内心知道是你忘过我的 短信来了 我来看 你的女孩子的浪漫旅行正式开启 节目组将全程提供旅行基金 全程哦 请勿自带任何 金贵 金贵就是钱 并请准时抵达第一站 秘密花园 波西小院 也就是说 这个是不允许我们带钱的 太好了 我出门从来不带钱 这个根本就不用提醒我 这郑重我下怀 没带过钱 背包都是一些 餐巾纸啊补妆的什么的 我在跟谁聊天 什么都没有 只有餐巾纸啊补妆的 没有钱 我是出了名的 在我的那个朋友圈 出门不会带钱 包基本上都不背 因为我的包背出去 就背不回来了 我会忘掉忘在外面 特别现在 生完孩子以后 忘性更大 经常都会忘掉自己姓什么 说好的是浪漫旅行 确定吗 都是几个女生是吗 其他几个妻子对不对 对 其实我每天都是放松的 我希望你们的安排让我更放松 这是我的车吗 这是我的车吗 哈喽 出发了吗 出发了吗 哈喽我现在准备出发了 我要去我的秘密花园了 期待我的旅行开始啦 我现在我现在上车了 我们要坐多久的那个车呀 三个半小时啊 妈呀 搞几句游戏 哈哈哈哈 你要不就别拍了一起连机打个游戏 哈哈 哈哈 哈喽 亲爱的朋友们我走了啊 大家不要想念我了啊 再见 哈哈哈哈 巨星 有什么要盯着我的吗 不要跟我联系 哈哈哈哈 再见 你们怎么能这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拜拜 哎呀我想哭啊 哈哈 哈哈 哩哩哩哩 你刚刚看的是昨天晚上 被跑家的人发结合的 哎呀 被你们发现了 我我刚看的是我发的一个朋友圈 我就是发的比较嘚瑟 就是 但是这是真实的情况 对于杰哥的现场演唱 直播 我经常提的专业建议就是 我建议你有的时候啊 稍微改一两个词 或者中间跟观众问声好 要不别人有一个假唱 何老师留言说 态度太不好了 杰哥回复了一个何老师说 对 态度恶劣 why 还要对 我们刚刚不是给您发的短信说 会提供旅行基金吗 嗯 你看到这个短信第一反应是什么 就是会不会觉得这是节目组挖的一个坑 不会啊 我觉得节目组不会挖坑的 因为节目组跟我聊要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就是说希望我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度过这次浪漫的旅行 这次旅行的话杰哥不在身边牛老师都在啊 心情怎么样 我跟杰哥一起出去旅行 从认识以来 我就没有 带过钱包 应该是跟朋友在一起也是这样的 口碑特别好 我有几个徒弟 不是说每个徒弟都教他抠门 只有魏大勋是教他抠门 因为我收图的时候啊 我会看哎他们谁身上有什么特长 魏大勋我看出来哎 身上有很抠的这种潜质 我就把这种潜质发扬光大 这次出行的话杰哥有什么主意吗 他该轻轻的轻轻松松的 不要想太多家里的事情 他会安排好 让我放轻松的去玩 我比较期待的是跟他们几个见面 因为我其实跟他们几个就是很不常见 好像没怎么在一起玩过吧 几乎很少 所以我还是很期待他们到底是 我们在一起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的天哪 这里有张图片 给你们看一下啊 这图片呢 看到没有图片 这看起来是何老师跟我的合影吧 这个是他跟我的蜡像合影的 我的蜡像哎 是不是很像我 好像完全就是 完全就是像跟真人合影一样 有没有 太酷了这个 而且何老师 他拿上这张照片的时候 他还以为他还记得是觉得是跟我本人合影的 他还记得说哎呀他才想起来是个蜡像 我的天呀 好像的 雕刻出了雕刻出了我的这种阳光和美丽有没有 智慧阳光和美丽 天哪 我们的赞助手机是苹果叉啊 天哪 我真想要买一个哎 你说为什么我都是心想事成啊 出门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 我说我那个手机摔了个口子我特别想要去特别想要去买一个苹果叉 结果一来就听编剧说我们的赞助商就是苹果叉 你说为什么我想什么来什么呀 而且出门的时候我没带钱包 我说哎呦我没带钱包那我出门是不是就可以不用钱了呀 或者是用一下其他姐姐妹妹妹的钱 结果一出门就收到导演组说请你不要带钱包 还要求我这什么好要求的啊 正中我下怀呀 不用你要求啊 结果最担心就是我第一就是丢东西 第二 迷路 第三 证件要管好 还有不是很会计划用钱 我想我会想办法的克服这几个问题 结果最计划怎么样 我的女儿跳跳和翘翘 还有杰哥 因为我复工以后 我就只做了快乐大北宁 因为我想更多的时间 跟我的女儿在一起 因为她们现在很小 陪她们聊天 我做哪儿呀 我做哪儿呀 天色已暗 我完全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而且下雨整个山上雾蒙蒙的 我真的感觉到好吓人呀 我想去逛街 我好久都没逛街了 请问这位大哥 你好 你们这个是一个度假的酒店吗 对 我们这边是度假酒店 OK 这个是有什么景色是吗 对 它这边是属莫甘山峰隐积这边的 然后相隔非常处 所以从我们这边水间到莫甘山峰隐积去往下 哇 这山上留下来的那个 这叫什么 水是吧 对 山 这叫什么水 这叫泉水 这叫泉水 不是叫泉水是吗 叫什么水 布布 不过这个空气是真好 好久没感受这么好的空气了 平时都是在喧闹的城市里面 我决定在这儿这几天度假 嗯 少看一点手机 多亲近一下大自然 多看一下绿色 我想在这儿看看这儿好 如果特别舒服的话 我下次和杰哥 还有宝宝一起来 空气挺好的 挺适合那个小孩子的 只要没有那个蚊虫叮养就很适合他们 他们应该多呼吸一下这种大自然的这种空气 也就是说把我们四个人弄到这儿来 呼吸一下那个大自然的新鲜空气度下架呗 是吧 还不错 好了 谢谢啊 我有宝宝了以后 每天各种妈妈都会接到我的骚扰电话 为什么 比如说 今天有点红屁屁了 我就问 哎你用的什么药 你用的什么药 你用的什么药 然后综合大家用的什么药 然后确定要用什么药 我又会这样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牛的人 因为我围 就是围那个 那个就是围的 就是围的那个地方 就是围的那个地方 对 一个围的那个地方 我以前不知道是怎么的 围上那个地方以后 一个宝宝睡这边 一个宝宝睡这边 我觉得我好牛 我觉得这种感受好棒 对 我觉得就这辈子够了 就觉得值了 对吧 对 挺好 我们家宝宝前两天去打疫苗 打完以后 就 所以全部打 杰哥就抱过去 大家都出去 在里面唱歌 那一嗓子一出来 就停了 医院里面的人 医院里面的人整个精呆 真的一唱歌 他们就不哭 而且他是特别有耐心 他能够抱宝宝就是睡着了以后 就是睡着了以后 只要宝宝没醒 他就不动 不会把宝宝放下来 我好感动 他只要在家 宝宝 他就哄宝宝睡 宝宝睡着了以后 我就说 我说你要不把他放下来 放到床上 他说你看他在我怀里 多有安全感 然后睡得多香 他说我万一这样一动 然后他就醒了 或者突然 哎 惊吓到 他说我就不动 然后就这样抱抱抱 然后就是天亮 抱天黑吃饭也不吃 天哪 这个好 郭尔冬你听到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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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你好 你进来吗 现在看到吃的 我暂时不用想我的宝宝 我们一起 这个我还知道 打扑克 别客气 别客气 酒吗 酒吗 红酒啊 酒啊 我还带酒了 他们里有好多红酒 红酒是养生的 好多红酒 敬 敬 就是先干杯 先干杯 敬我们的浪漫旅行 我本来不准备带的 就是因为昨天彩儿姐 不是留言吗 在我朋友圈 她带酒 所以带了两分钟 因为酒 这是她的生命 我啊 跟杰哥在一起之前 我恨不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我跟你说 杰哥是一个从小到大 没有跟任何人红过脸的人 她有这么好的脾气啊 从我认识她到到现在十几年 从来没有跟任何人红过脸 任何人就算我觉得 她这个不能忍的一些事情 她都自己去消化 但是她自己会承受 心里面会承受比较多东西 就是 就是 还好 我觉得她有一点是 老天给她的 她可以 就是唱歌 把这个情绪宣泄出来 如果她没有这个通道 我觉得是 就是 不可能承受那么多的 但是有时候别人会说 在外面 跟任何人都不会红脸的人 会跟自己最亲的人 对啊 不 她跟谁都不红脸 她跟你也不会 不红脸 然后在外面 脾气特别好 脾气特别好 你跟她说什么 她都不会跟你争吗 就是 她会讲道理 但她绝不会红脸 那她跟你讲道理 你不听呢 你说我是这样 我不听 对啊 我就是要跟你 就是比方说这个东西是个红色的 她看是绿色的 她说那这是个绿色的 我说不 这就是红色的 她暂时不会跟我争这个 她就如果说是红色的 她也不会说那她暂时那个 就会用其他的方式 就比如说先让我开心了 然后回头 可能有朋友在的时候 或者什么的 一起就是把这件事情聊出来 朋友有朋友的这个 这个角度 这个好高啊 情形真的高 她 她说她 就是 就是跟我在一起 郭老东你听到了吗 郭老东你认真的听这一段 她说她跟我在一起 就像带孩子一样 就她对你是无限包容的 应该这么说 对不对 具体说她对任何人都是无限包容的 老公 听到了吗 然后我跟杰哥在一起以后 我就开始就是不会去拍戏了 因为拍戏会占太多时间 然后就不拍戏 可能就只主持 这样我们有家庭的生活 家庭的时间 然后有了宝宝以后 我连就是很多就是不再 就会离开很久的主持的工作 或者是包括就是像这些节目的工作 我都腿 我的箱子呢 我的箱子呢 这两个箱子呢 我的箱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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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哥 我的箱子呢 放车上了 放车上了 这箱子没有拿 我出去问一下 我的箱子怎么办 走吧 陪你去 那我就不出去了 你别出去 因为我真的很怕虫子 我不能忍受这个东西 你别出去 一会儿你们敲门就好了 我给你们开 这样你的箱子来了 我们就可以洗澡了 他们为什么知道我们要出来 还是一直在这儿 你去看看 喂 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喂 你好 我是秘密花园的住店客人 我今天过来的时候 有一个那个黑色的箱子 我落在来的那个车上了 您是载你每辆车是吗 对 您稍等一下把您问一下 您是一个黑色的皮箱吗 对对对 一个很大的黑色的箱子 好的 谢谢啊 不用客气 我这边帮您问一下 一会儿给您回见可以吗 好嘞啊 谢谢 那就我就让他叫个车来吧 他肯定不能自己送过来 是不是 不是 他会送到这个下面 然后自己推上来 推不了多长时间 很短 他没有车上来吗 有电瓶车 只是开了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要在那个地方等 要不我们俩现在去那个地方等 让他马上就上来 好吧 好吧 箱子在哪呢 可是我的箱子在哪呢 大姐她上来的时候 并没有看到她拿箱子 大 那我的箱子在车上吗 那是怎么 在车上吧 因为您上来的时候 并没有拿东西 您就那里喝茶 走吧 那带我们去车上 我们去找 我撞开 mniej 你沉弹 那我衿子不会被那个 突然醒起来 不会被那个司機拿走 在这儿 在这里 眼泪快出来了 好可怜 呆了一晚上了 我的天啊 我想哭 对不起 箱子 箱子 终于回来了 实在对不起 我今天不小心 把你拉在门口 差点就忘了 太久了 这都能编出一首歌 我跟你说 幸好你陪我来拿箱子 如果我一个人 自己来拿箱子 在路上睡了算了 我肯定是找不着 我的妈呀想到这国外吓人 我要死死的牵住你 我估计得靠那个谁 对 他也没出去旅工心 亲爱的 人家十一年都没出去过 你靠他 你要直接走丢了 这不是铁门吗 对 你说这边进去 哪里 就是这里 就这个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我的妈呀 这还可以再抖一抖 这还可以再抖一抖 哎呀我的妈 这两个刚生我孩子的妈妈 这样不合适吗 这哪里是七笔 哪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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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停 可以 可以 啊 可以 我干嘛 我觉得看着我推的距离都没有那么远 怎么感觉那么远就说可能是天黑了 因为看不到路我就会走 在哪啊 这是 为什么我们两个走到足疗中心了 水疗中心在哪 家在哪啊 走错了 亲爱的 走错了 这大晚上呢 看不见又没有人可以问我 你说你们也是 你们跟着我吗 你们看到我的下车没拿箱子吗 做个脸色给我看一下嘛 也不至于我现在跑过来是不是 专门拿箱子晚上 哎 哎 哎呀我的妈 哎呀我没问题的 我们又走到哪里了 我们在前面 因为她又走过来 我真的是个迷路大侠 那在哪呢 您怎么知道我们住呢 哎 你好 请问那个您知道那个秘密花园在哪里 还是左转 一直直走 一直直走 太远吗 你看这叫夏的车 太黑了 完全看不见 这晚上走路都会跌倒的 如果没有灯的话 这个坡等一下 等一下 我跟你说真的会摔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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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提着 没事 不是 不是 因为它这个夏的车 它有风筝 我们俩是来干体力活的 救命救命 哎呀不行了 我杀不住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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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救命救命救命啊 不行 不要杀不住了 哎呀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哎呀 救命啊 我的妈呀 那在哪啊 你要往这边走 这没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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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请问你知道秘密花园在哪吗 刚才秘密上面 那里有个铁门 然后边上一条岔路上去就可以了 好 边上一条岔路上去就可以了 好 边上一条岔路上去就可以了 隐儿我找到了 隐儿我找到了 隐儿我找错了 隐儿我找错了 隐儿别过来 在这儿是吧 你别过来我找错了 隐儿别过来 找到了 找错了 你好 那个 我们现在啊 就是在这个 找不到了 就是能不能有一个人来接我们呀 就是反正我现在在这儿看地图 可以 好 我们就在地图上不要动 好吧 好好好 谢谢啊 娜姐 我刚刚跟管家打电话了 他就他们过来找我们 他们过来找我们 他就他们过来找我们 给你做一把链子到这里 就是 我的天哪 我的家到了 找了好久了 你是追他的 这是我的头发 好吗 是我追他的呀 那多久就是 跟你说OK 这是我平身 追的第一个人 还是平身追的最久的一个人 还是平身追的最久的一个人 第一个人 然后就是成为了老公 我跟你说 冥冥中你有一种感觉 你见到这个人 你就觉得 你要吃着他 就是 他就是这辈子跟你在一起了 好立志啊 这个故事 真的有 真的啊 你第一次想到你抓他在一起啊 我就想 我也是这么想到 我第一次想到 我就说 对他们第一印象是什么 其实他们几位 而且 像彩儿我是 比较清楚的 因为之前都会接触过 影儿也是 短暂地接触过 大概就是一个 guys 就是哆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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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 乖女孩那种感觉 然后崔玉莎是第一次认真的接触 之前她说我们之前十几年前见过一次 可能我有点忘掉了 然后就觉得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女人 对 接触以后觉得彩儿就是还是我 就是知道了那个样子 彩儿基本上也是 陈丽莎是比较神秘一点的 但是老师会给我们很多惊喜 所以这几天我觉得还在慢慢了解当中 我觉得陈丽莎是需要更多的去适应整个感觉 第一天晚上 然后应该是如你所料 东丢西丢 然后还迷路 就是 我现在就是有一点担心 就是去国外的该怎么办 但是在这里还好 怎么走怎么走都 反正能够走回来 我刚才在那个很黑的道路上面去找家的时候 我特别想你 还想我的宝宝 还想我的家人 好想这是第一次当妈妈以后出来录节目 应该是我第一个旅行的节目 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以后出来录节目 挑挑挑挑 这是妈妈 就是成为你们妈妈以后第一次出来录节目 也是自己出来旅行 然后妈妈是一个很爱你们的妈妈 也在努力当一个好妈妈 但是一个是个找不到路 然后东丢西丢的笨妈妈 好像当了妈妈以后 只有对你们的事情才记得特别特别清楚 好了 今天是第一天晚上 明天还有明天的任务 妈妈要准备去休息了 妈妈很想你们 直到你们现在已经睡了 而且睡得很香 希望你们晚上可以做梦 梦到妈妈 妈妈很想你嘛 爱你嘛 早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